大家好,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,元代,王蒙的,葛志川遗居图 纸本色色,纵139.5厘米,横58厘米 收藏于,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蒙,原莫名出画家,自书名,浩黄鹤山桥,湘光居士,无星,金浙江湖州人 能诗文,公书法,赵孟府外孙 自幼受外祖父影响,喜好绘画,后的皇宫望指点 又常与泥赞等人切脱,对山水画有独到的创新 发明了牛毛村画法,善用可墨台点 所写山林树木,苍玉茂密而具有浑远的空间感 与皇宫望,吴镇,尼赞,何称元四家 图绘近代道士葛洪,写家宜居罗浮山修道的情景 画中,葛洪守之羽膳,身着道服,神态安详,正回首眺望 身后老七骑牛豹子,一仆从牵牛而行 图中重山峻岭,飞铺流泉,单科壁树,茅亭草舍 一派深秋山林家境 无论山石,树木,人物,皆化得一丝不苟 人物虽小,但勾苗,宫中带桌,行神兼备 涉色无彩斑斓,色彩明快,而无俗艳之感 颇具尘实浑厚的韵质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,请欣赏完整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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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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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